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饰演的角色是夏若熙 说实话我没玩过 但是拍了这个过后我还挺想尝试的 跟我本身的性格反差还是挺大的 挺有挑战性的 非常期待成品 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的对手演员是镜头 跟平常的拍摄相差还是蛮大的 很新颖 互动感更强了 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认识你 来跟我一起互动吧 大家好我是明明 在剧中饰演的是李美萱这个角色 李美萱呢是一个非常性感 非常会调动人的姐姐角色 这个呢在我平时当中 如果反差还是挺大的 比较喜欢之前有玩那种软件 但是像这种真人的还是第一次接触 感觉非常好玩 很有趣 包括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有趣 就是大家整个在一个非常愉快的氛围内完成工作的 而且我也特别的带入我自己体验不同的风格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这个呢主要是跟镜头互动 就是跟镜头对面的你们互动 但是影视剧呢是跟各种角色互动 大家是作为旁观者去看的 祝大家游戏愉快 我在里面等你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欣妍的扮演者 颜水阳 张欣妍这个角色呢 在剧里面是一个家境幽默 但是同时又很自信自立自强 同时又渴望自由和爱情 有一个自己小天地的这样一个角色 你喜欢玩副动类游戏吗 我很喜欢玩副动类游戏 因为它代入感很强 同时又兼具真实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有趣 尤其是整个拍摄过程中 就所有的小伙伴们 都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 我觉得相比来说 它更像一个真实版的 爱情类的剧本杀游戏 就是它在兼具真实性的代入性的同时 它还有一些很drama的场景 整个会显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整个拍摄过程中 都是又好玩 然后又轻松又有趣的 希望能把这种氛围带给大家 希望各位朋友都玩得开心 大家好 我叫张张 这一年饰演的是李适宜 我在这一年是一个运动系的女孩 自信大翻开了 爱笑 没有玩过互动的游戏 所以这不是来了吗 拍完本剧有什么感慨的 这个剧给我的触动很大的 我觉得以这种吸引的方式拍摄 而且其实我也想作为这玩家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肯定自己也会购买 我希望大家热爱游戏 但是不要承担你游戏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然 在这里我饰演当心你们的女总裁 我太喜欢玩了 我最喜欢玩就是这种互动啊 文字类的游戏 序别还是蛮大的 像影视剧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标准 程序化一些 每个镜头会需要光光啊 要不同角度去切 但是这种游戏的拍摄呢 其实会更加真实 因为我从来都是一经道理的嘛 而且会更加有代入感 我自己也会很开心 抄抄告诉你说实话哈 我可能太会喜欢 我也喜欢那种霸道一点的男生 我饰演的是总裁嘛 所以就是那种很霸气 美丽 有钱多金的那种角色 其实霸总这种角色 我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喜欢成为一个女强人嘛 但是我自己个人生活中 这是性格 还是偏向那种小女孩的 会更喜欢撒娇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更喜欢那种 霸气一点的女强人 还是撒娇一点的小女生 别告诉我了 好的 这个游戏呢 我会非常非常真实的感觉到 你好像就在跟我们互动 它非常有代入感 然后每一个不同的问题啊 它都会引导成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每次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一定要凭真心去选择哦 如果说你哎呀我一会喜欢这个 我一会我喜欢那个的话 你很可能最后得不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所以你喜欢谁 最好从头到尾的攻略它哦 大家好 我是傅小丽 在剧里饰演的是余慧 剧里面余慧的性格是温柔 善良 内向 单纯 然后上级人意的一个女孩子吧 区别 我觉得都挺像的 跟我 跟我自己的性格都很像 以前笑了玩过 感慨就是 但是拍摄的节奏很快 现场 氛围很轻松 愉快 这个拍摄可能更多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演员更多需要面对镜头 去讲话 去对眼神 然后跟影视剧 跟角色 对手戏这种 还是比较不一样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拜拜 去看 我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